小夏 明天带着合同到我的公司来签约 那边怎么样了 钱总在洋芸订了包间 让你六点钟准时到达 钱总喜欢以酒会友 所以你要做好 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身体准备 那意思说就是要喝酒了 对呀 因为钱总酒量特别好 不过没关系 我给你准备了解酒药 一个小时之前服用可以酒量备走 这是真的 死马当活马医马 我说你会不会说人话 赵总 我里面请 赵总您好 请 钱总 这位就是Mary总裁赵丹乔先生 钱总您好 赵丹乔 你就是赵丹乔 你就是被投资界集体封杀的赵丹乔 我钱某人向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做事讲究的是缘分跟心情 才不管什么狗屁的封杀令 请坐 谢谢 小妹妹 坐到身边了 小妹妹 教我小夏酒行 小夏 怎么不习惯这个红酒的味道啊 对呀 我比较喜欢绍兴酒 绍兴酒 一个小姑娘居然爱喝绍兴酒 因为我爸以前工作特别辛苦 压力特别大 所以他每天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吃妈妈做小菜 然后喝一瓶绍兴酒 所以我小时候就常陪我爸一起喝 好喝吗 我以前也觉得他又酸又难入口 但是爸爸跟我说 他很便宜又有营养 是百姓的幸福汤 所以我就喜欢上他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 他有家的味道 是啊 那个年代我也经历过 有切身感受 那你爸爸现在他还是每天一夜 我爸很多年前意外去世了 对不起啊 服务员 是 您不能服务前走 换酒 今天全部改喝绍兴酒 好了 前走 大总啊 绍兴酒喝过吧 喝得不多 那可是中国的传统名酒 等一下 一定要好好地多喝几杯 没问题 来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家的味道 爸爸的味道 干杯 干杯 再来 好 好 别别 dud 会不会 我会不是 好像是有点 ��尖 我会有点 你这个都不走 你这么久了 我会不会走 我会不会走 我会不能走 小夏 明天带着合同 到我的公司来签约 真的 其实呢 你们的项目计划书 我造成了认真地研读过 想法很好 模式很好 前景也很好 这么好的项目 我干吗不讨议 那您为什么 我也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 合作伙伴的脾气性感 小伙伴的人不错 但更重要的 还是你 我 少先舅的故事啊 感动了 孝顺的孩子 一定是个好孩子 那别忘了 明天早上九点 我们准时见 天啊 谢谢钱总 来啊 你小心点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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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喝多少 就是 慢点慢点慢点 小夏 我跟你说 刚刚才在家里打联网 真有气势 拜托你照顾一下赵总 谢谢谢谢 别啊 谢谢 辛苦辛苦辛苦 大哥 怎么就走了呢 这活怎么办 这是 好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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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哪 来 来 来 树董先生 忙碌的一天又过去了 一切都过于夜色 树董先生 你是躲到树洞里去了吗 说来可笑 我今天居然没有听命天意 头好痛 我是怎么回来的 我们给你扛回来的呀 你醉得跟死猪一样 可撑可撑 对了 钱总他 钱总他怎么样了 他好得很呢 人家都自己走回家 该死的烧心酒 你好选不选 选了我最不擅长的 让我输得好惨 你在笑什么呀 看我出丑很好笑什么 那谁让你自己逞强嘛 我都给你买血油腰了 你又不吃 到最后第一个趴下就是你 我赵丹桥光明磊落 不会搞小动作作弊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富二代呀 喝习惯我们百姓的幸福酒 像什么白兰蒂啊 什么威士忌啊 才是你那强项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啰嗦了 把客户资料给我拿过来 准备明天要见的下一个投资商 你愣着干吗 等公司 等公司垮了 我看你还怎么笑 到时候你失业了 哭都来不及 我真不知道 我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怎么老是不长记性 还老把你弄回来 赵总 告诉你个好消息吧 钱总明年跟我们签合同了 好消息 真的 你嫁得这么快啊 刚才都装了吧 哎呀 反正你也好了 我先走了啊 好了吗 这就好 你那些领带啊 没一个好看的 一会儿今天结束了 去买新的啊 没事 不用那么讲究 那怎么能行 你以前怎么穿是你的事 从今天起啊 你就是我王鲁的老公 你得有品味 哎 我们下午去玩蓝桥国际 就去买啊 你还真打算到蓝桥国际办呢 怎么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难不成 你还心疼你那个老情人呗 你怎么又来了 有意思没意思 我就是紧张你嘛 再说我们定金已经打过去了 退不了了 行吧 行吧 走吧 走吧 嗯 爸爸我 好了 走吧 嗯 既然咱们这次珠宝秀的主题设计书稿已经出来了 我们计划 我们计划 从酒店大堂到会议室做一个主题的延伸 我们现在正在这些事情 林欣 忙着呢 我现在挺忙的 有什么事一会再说 你何必呢 虽然说你从婚姻的战场上拜下阵来 但我们还是老同学 不好意思冯总 这样吧 我让我的员工先带你去会议室看一下 林欣 我们刚刚是订了婚姻财单和刘长 我们选了下个月八号 是个黄道吉日 你一定要过来啊 我们请了学闻同学 所以你不用什么压力 那天就当着同学去会好了 你知道的 我一项工作都挺好的 那天不一定有空 我们再说 真是巧 我刚刚顺便问了一下人事 那天你刚好在酒店 别借过缺席啊 当然了 你人来就行了 分子钱我们不在意的 最好呢 你是能带个男朋友一起过来 对 我忘了 这一时半会儿的 你要找一个又体面又有钱的男朋友 也不那么容易啊 所以你更应该过来呀 我把手捧花给你 沾沾喜气啊 路上堵车啊 来晚了 能着急吗 八号是不是 我一定在家 看什么呢 我在想啊 你说说我 我怎么没早点跟你好呢 现在也不晚啊 钱走也太爽快了 这么快就把合同签下来了 商人一切都以利益为本 我们的方案投资回报率很理想 有眼光的投资人都不会拒绝 谁都不会与人民币过不去的 怎么什么事到你嘴里就变得没有温情 温情 商界不相信眼泪更没有温情 这是一块弱弱强食寸土必争的战场 那也容不下亲情 友情还有爱情了 好好赚钱吧 没有钱你拿什么呵护你的亲情 支持你的爱情 联络你的友情 靠嘴吗 别闹了 拿着 签上你的名字 我 对啊 公司的规矩 今天这份合同有你的一份 我还可以在那边签字呢 怎么你不想签啊 不不不不不 我 我就太激动了 那我 那我先走 赵总 这上面还有字呢 我的东西都有我的名字 哦 跟电视里的有钱人都一样的 可以显摆 这不是为了显摆 我告诉你 你听着 我现在教你第一课 初来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住自己的名字 赵总 这个是千语千询里面小白龙说的话 你也看过吗 对啊 有个朋友介绍给我 所以我看了好多遍呢 那 你是小白龙吗 是 我之前丢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努力想炒回来 这样我才能回去 在你眼里我是汤婆婆吧 就知道我是你心目中 那个剥削全人类的大资本家 我说得没错吧 也没有啦 是你创造了一个世界 我就是里面的小龙 如果没有你的话 整个世界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赵总 真的很感谢你 好 逼你留着吧 送你了 谢谢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总 怎么在这儿 宁静小姐没事吧 您这话什么意思 不该喝的醋最酸 不该爱的人让人醉深 冯先生 我觉得如果我们聊的内容 不是工作的话 那就太浪费时间了 对不起 说 董事长冯总过来了 现在进来吧 靳阳 表姨好 坐吧 坐 靳阳 还满意吗 还不错 那就好 时间还来得及吧 时间上有些紧张 为什么 我和企划部的沟通不是很及时 是我们企划部出了什么问题吗 是我这里的问题 我现在住在晨曦的酒店 每次过来都要横穿整个市区交通上 这个问题好解决 我们蓝桥国际这么大个酒店 你随便挑个房间 到时候 我再给你安排一位生活管家 二十四小时专程为你 管家就不必了 让企划部的人每天向我汇报 我值个底就行了 好啊 我会让王秘书尽快给你安排 今天他们企划部送了一个方案 我还是挺满意的 那个叫宁心的 挺有思路 听说你帮忙完成了一个融资项目 消息还挺灵通啊 不过这都不是我自己完成的 是赵总完成的 我的作品 这就是你朋友确实的那个 中看不中吃的披萨 尝一尝 尝一尝嘛 这就别客气 客气啥眼 你这么不给面子 这好歹是我一宿的惊心之作 我还想拿给赵总长的 你好 你好 请问您找哪个啊 是你们赵总也有过来的 还需要你的批准 这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一难膜嘛 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他 你是不是知道 时不时的就有这种 穿着妖艳的小狐狸进来找赵总 我都见怪不怪 这个披萨我帮你拿给赵总 好 谢谢 你安排一个商户套房给爱德华珠宝的冯总 好的 还有 通知企划部总监 在珠宝秀完成之前 让宁星住在酒店 临时担任冯总的生活管家 便与企划部和冯总及时沟通 董事长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别质疑我的安排 我刘兰芝还不至于为了生意出卖自己的员工 这个世界上 向来不缺有野心有能力的人才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磨砺和考验 去吧 照我的意思去安排 是 多事啊 赵总 我看我这几个月都在节食健身 您看我现在找了身材符合你的要求吗 进来 赵总 是 那你跟我说说你在里边看见什么的吧 不告诉我 你就告诉我吧 急死我了 这样明天我给你做一个蛋糕 还是不要了吧 要不然这样吧 你答应我不再拿那个石头一样硬的东西来给我 我就告诉你 好 我答应你 我给你 我给你 你们就拿石头一样的披萨来残害你们的老板吗 老板花钱雇佣你们不是让你们在背后八卦的 露西去拿份合同 通知广告部的主管与模特签约 签约模特 所以说她是她是我们公司的代言人 是的 不然你认为呢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那个 丑女人在美女面前自然会有自卑感 自然会带着嫉妒心理去揣测身边的事物 我哪丑了呀 我可是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有长相 你 说一句实话也不怕伤你自尊 这世上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不会对你有任何的非分之心 对了 新婚旅行的私人定制资料 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还有在背后给老板取抽号 不会有好果子吃 知道吗 还有 交代你去找哈勒旅行社辞职的那个导游 有下落了吗 我想起来了 他们说她去外地工作了 不过赵总 其实呢很多人都希望被救的那个人啊 健健康康的 不需要感谢的 你怎么知道是救人 还有感谢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其实是听那个旅行社的人说的 您别管了 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 像一个小孩 你还要他打算 你怎么不想看 你必须要他打算 你去顾客 小夏 你回来啦 姐 哇塞 姐 什么情况啊 公司要给我委派新的任务 我要去入住五星级酒店了 五星级酒店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公司呢 接了一个珠宝上的珠宝秀 而这个珠宝秀呢 选中了我的策划创意 以后这个项目就由我全犬负责了 真的 哇塞 恭喜你 喜欢吃牛排 如果发了奖集 那别说牛排 你们事实上都没问题 太棒了 那我觉得这个珠宝商 有像想追我的意思 真假的 第一天他就拼命跨我的策划案 然后还请我吃饭 又要送我珍贵的珠宝 那你说呢 当然没有了 我总要观察他一阵了 不过还好 公司呢 现在派我做他的临时管家 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了解他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说得对 姐 那个上次那条裙子呢 再借我一下吧 你干嘛啊 我主要是就是明天呢 我有个旅行策划现场的去趟 最关键的是呢 周六 我要见我的网友 小夏 你以为十年前啊 你还见网友 你是不是第一次新运接触 看播了你 姐 你看你想的 是树洞先生 不是别人 你就见我 见我 我认真地跟你说 这个社会 青梅竹马都已经靠不住了 你还想见网友 你是一定会被骗的 你知道吗 你看你想的 我就是好奇 你说认识了这么久 又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奇 如果你一见面 发现他是一个 又老又丑的大叔 他是个恐龙 你还好奇吗 你还继续聊啊 姐 你不懂 我对他的感情 还是挺复杂的 就像女生 能对另一半的期待 更多的是依恋吧 就算他是恐龙 我也会保持联系的 这儿好好看啊 老公 我绝对不错 好漂亮 那儿好好看 快 我变餐片 找什么吗 我找我的防晒霜 好 听着 我会使你干吧 还真有啊 头线霜 护手霜 唇膏 眼药水 小心 口供全在了 对啊 我说你太好了 你说你这么笨 你跟我没用 那我就是遇见你之后 变得越来越笨了嘛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一辈子黏着你 一辈子黏着你 你说的 一辈子都黏着你 我是让你来工作 不是来度假的 谁说的呀 我就是密切观察 他们的一举一动 知道他们的需求 提供帮助 你们有当务导游 不懂的 你看 他们多幸福啊 没有一个相爱的人 还是帮你 也好 告诉你 那些都只不过是 人性的一面而已 人性的另一面 只是你现在看不到 他们之间的欺骗 背叛 和争吵 所以你也双内人 你这根怎么那么刻薄呀 这不能内心 充满点阳光嘛 算了 你比个手不痛 就叫充满 OK 越血 Total 兰桥国际企划部 请回找那位 宁小姐了 我是冯靖瑶 请今天晚上安排晚餐 送到我的房间 冯先生 不知道您对晚饭有什么要求 我想请您今天晚上与我一起共进晚餐 所以呢 一切由你来安排 冯总 这好像不太合规矩吧 您小姐放心吧 这件事我和董事长沟通过 关于珠宝秀的竞争 我需要及时和你沟通 所以呢 已经取得了董事长的同意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今天晚上七点 也请您 准时参加 您好 请问您是买威公司的代表吗 哦 这儿有以工的快递 赶快帮忙签一下 好 请请 好 请请 天哪 太过分了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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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干什么 这不是你的工作 你也看到了 这个新郎在一年前就出轨了 我得告诉新娘啊 你不准去 为什么不能去啊 这个是我的职责 我要为她负责任呢 那你看照片有没有错 我 我也不是故意看到的呀 这 这不是意外吗 你也知道这是意外 既然发生了意外 就不能再按照 预先好的对策来处理 一旦偏离了轨迹 谁还有本事扭转回去 那我也不能让新娘蒙在鼓里 受尽痛苦吧 你怎么就能断定 未来是无尽的痛苦 无论痛苦还是不痛苦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但是新娘不公平啊 什么叫做不公平 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 和你这个帮他们策划蜜月的人没有关系 你不是上帝 但是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告诉新娘 然后他们在结婚前分手 你就满意了 但是我也是为他们好呀 你现在这么做 就是想要拆散一对新婚夫妇 同时也赶走了我们的客人 我们会失去一个 建立品牌形象的机会 你怎么总想着工作和利益啊 是啊 我倒是想问问你 是什么让你这么自私 屡次以为自己是上帝 去定夺别人的感情 就算是我自私 我得让她知道真相 真相 好 我们来聊聊真相 你认识他们多久啊 萱萱又认识了她未婚夫多久 两个人能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方 你觉得你知道的事情 会比她知道得多吗 你听着 你再敢插手这件事情 你就给我立刻回去 我说到做到 好 董事长 她开始行动了 是的 定情点 是 董事长 谢谢 谢谢 加油 念夏 你快过来 过来 你们还没吃啊 对啊 是啊 他点了好多东西 两个人根本吃不完 你快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吧 坐吧 别了 我还在上班呢 没事 坐吧 那行吧 你看你每天上班那么累 肯定要多吃点补补对吧 谢谢 因为我刚刚才开始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请你们多担待一点啊 没有 我觉得你策划得很用心耶 对不对 对对对 念夏 是啊 做的这些菜呢 都是我为我家亲爱的口味点的 可能会不害合你胃口 要不你重一点吧 不用 我吃什么都行 你的时间真好 是不是有很多小姑娘都很喜欢你 别人喜不喜欢我呢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只爱选选一个 不好意思 我去接个电话顺便去个洗手间 你们聊 好 谢谢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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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雪 你们真的在一起十年了 是啊 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可是没想到 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下来了 那她一直对你这么好呢 也不是啦 两个人在一起嘛 总会有磕磕盘盘的 不过 还是就这样走下来了呗 那你觉得幸福吗 当然幸福啦 雪雪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我是说 如果她欺骗了你 背叛了你 你还会跟她在一起吗 我会原谅她 其实说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十年长跑什么的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但说实话 其实你说到欺骗和背叛的 其实她去年就有出过 真假的 人的感情都是不完美的 女人嘛 还是看开一点比较好 那你都知道了 你还会想跟她结婚呢 人总是有犯错的时候 其实平常你看的那些美满的婚姻背后 都是有气氛和考验的 但相爱是不够的 最主要的啊 就是相处 我跟她认识那么多年了 我很了解她的为人 我相信她 我愿意去言谅她 其实爱情不就是互相包容你的优点和缺点的吗 这样才能够更加地热爱生活吗不是 说得也是 亲爱的 你们怎么都没吃啊 聊什么呢 女人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是不是 来吧 快吃吧 你也吃 谢谢 二伟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不能陪你们吃了 那 你们帮吃啊 那 好吧 好吧 宁小姐对酒也有研究 因为工作的原因六十一二 这酒的味道真的很好 冯先生 您还有品味 的确 这款酒在国内非常少 用这么好的酒来招待我这个小职员 太不好意思了 没酒配家人 能和宁小姐分享那是我的荣幸 打开看看 这 宁小姐 上次你婉拒了我的礼物 所以这次千万收下 冯先生 武功不受禄 聂心啊 我真的认为 你是我的朋友 而不是生意上的关系 所以 如果你也愿意接纳我 作为你的朋友的话 那就收下的 先打开看看 这太名贵了 只有你赔得上 谢谢 尝尝今天的牛排 珠宝系的工作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我一直跟着董事长提醒你 真的是 非常地开心 董事长安排你 来复着再用工作 谢谢您的夸奖 你说 只要相爱的本质不变 有一点欺骗和瑕疵 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你的心灵鸡汤导师 但是就你这次工作的完成度来说 我非常地不满意 我知道 我都习惯了 不管我做什么 都给我四个字 非常不满意 这是五个字 喂 浩子 干嘛呢 我在去机场路上呢 大概晚上八点到吧 把航班号发给我 马上我去接你 不用了 你这么忙 你的事才是大事 赶紧的 发给我 好吧 那我 你搬过去了啊 好 看到很多邮毯的便当 我来 但是是我们的色情 我伙伴到了 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来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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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拜拜 拜拜 注意安全啊 老板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林夏 小夏 浩子 我来得挺是时候的啊 一定饿了 走 吃饭去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嗯 吃铁 还有啥 提吧 妈妈 今天还好吗 儿子 昨晚我又做了你的梦 梦见我被鲨鱼追杀 妈 药吃了吗 新病还得新药医啊 你得抓点时间啊 我怕我活不到那一天 妈 别胡思乱想 放心吧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 你得小心这个女人史阴照 特别不要中了她的美人计啊 好 我知道了 妈 我先挂了 大少爷 你这周日也不让我好好歇息 见个网友至于这么兴奋吗 你也算是见过场面的人 怎么弄得跟个小媳妇似的 不是你让我约她出来见面的吗 没错 是我让你约她见面的 可是你穿成这样 就跟去见客户似的 我让你约她出来见面啊 是像让你放松的样子 你 你 我帮你看看吧 我帮你看看吧 穿什么合适啊 我说了这样穿不合适 也因为是去谈生意呢 穿这个吧 见朋友啊要随意一些 谢谢啊 单长 你在她面前就是树洞 既不是马威的老板 也不是富二代 你要忘掉自己高富帅的身份 这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千万不要拿以前的事情束缚自己 轻松一点 再说了 现在的姑娘啊 不会喜欢一个男人太正经的 喜欢你这样不正经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行了行了 赶紧换这身吧 听我的没错的 你看 这样穿多好 多有亲和力 是吗 你说万一啊 我说的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她是个恐龙啊你怎么办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我们之间只有心灵默契 两个孤独灵魂的相依 这无关长相 那如果是为貌若天心的美女呢 真没想到 赵大公子也有李红的时候 好 好 好 走 女儿 你怎么蹲跑来看我的妈 姐 我能见到你的裙子还高高行吗 这么大老远你来借衣服 你不会去见网友吧 你可真行 生活中能盲目过来见网友呢 你知道现在外边的人多坏吗 把你杀了我去哪儿找你啊 根本就不至于好吗 而且我跟她走近聊了四年了 我知道她是个好人 这你都出来 行不行吧 跳吧 那我去看吧 那不行 那太贵了 这个 这也不行 这不适合你 这么贵 我去吃个白的条 这也不适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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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较可爱 这个稳定一下 我去吃一下啊 你在这儿吃吧 还有什么羞啊 我的衣服就是好看 不过你穿成这样去见网友多危险啊 万一对方起了谁先怎么办啊 你记住了 有什么不对的 马上给我打电话 没事 姐 你说地址了 反正你就是观察着 一旦有意外 立马撒嘴就跑啊 好了 好了 我没事 我先走了 看这儿 我先走了 舒冬先生 你出发了吗 即将见面 我有些忐忑 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进入恋爱模式的小男生 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爸这么好的你 就这么拱手相送呢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因为我也忐忑着 顺便说一下 我穿着白色的T恤 不会在湖边走廊等候你 你怎么看 我表达没胸白什么 你不要看 你找个禮子 你谁听到你好 你怎么看 你 你自己的 我好 你还真的就把我当成一个司机了 怎么样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进去 你一直是我的好司机不是吗 你确定我的衣服可以吗 非常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能吧 朱总先生 您到了吗 我已经到了湖边走了 怎么可能是他呢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赵丹桥是树董谢桥 树董谢是赵丹桥 这不合理呀 怎么可能呢 你 说句实话也会被伤你自尊 这世上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不会对你以任何的非分之想 看不出来你本事没多少 自尊心还挺长的 你不是当过多年的导游吗 脸皮应该挺厚的 你是赵丹桥 人身攻击 天忆吧 我们走吧 红小豆 你到哪里了 我想我们见面是惊喜的快乐 怎么办 我 我在公交车上呢 可能还有半个小时 或许一个小时 如果你要有急事 咱们改天再约呗 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期待与你的见面 无论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 多久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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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完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喂 姐 慈夏 你到了吗 我 我到了 见着网友啦 见着啦 哎呀 没没没没 没 没 没见到 你干嘛呢 偷偷摸摸的 到底见到没见到 我 如果不行的话 赶紧跑啊 哎 姐 姐 你先别挂电话啊 能帮个忙吗 你先赶紧过来一趟 哎呀 我求你了 你救救我吧 哎 你别问我原因 你过来我再告诉你 哎 对对对对 我在那个公园的露天剧场这儿等你呢 行 赶紧来啊 要快 快 老公 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还有这个阳台 能晒太阳 特别喜欢 对 是的 这个护卫属于这个区域的 主要腰头腰道很抢手 哦 那要不然咱们就定在这儿了 好吧 还有楼上是高楼 楼下可以进去 楼上可以住在一举两头 谢谢啊 那个我啊 跟我老婆 对着房子挺满意的啊 但是现在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俩啊 刚创业手头不要紧 嗯 你看看房租方面 能不能跟房东商量商量 再便宜一点 最好是压一负一或者说是压二负二那种 谢谢您啊 行吧 我看你们二位那么诚心 我会尽量与房东联系 再给你们遵旗下优惠 好吧 好 谢谢您啊 太感谢您了 姐 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是舒曼的幻想曲 动画片是《千语千寻》 电影是《二零四六》 小说是狄庚斯的《大卫·科布菲尔》 姐 你记住了吗 我给你看 姐 你终于来了 怎么样 人呢 在那边呢 穿着白色修肩服的那个 你都看到人了 怎么不上去打招呼呀 你别问这么多了 我刚给你发的都是我们兴趣爱好 一定要记住啊 你可得跟我说清楚 不然我帮你 为什么让我们记这些东西啊 姐 其实 其实还是我老板 树东先生是你老板 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别八卦的 赶紧去吧 没时间了 那我跟你说 现在我帮你了 后面的事我可不管 你怎么办呢 加油 是 书栋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红小道 没错 很高兴和你见面 我们走走吧 好啊 其实网友见面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约你之前我其实犹豫了很久很久 好 先等一下 给你一个惊喜 这是你最爱吃的骨头砂锅 来吧 进来 怎么样 这是你最喜欢的铜骨 还有里面的骨髓 你个死小夏 怎么不说喜欢吃西餐啊 偏偏说喜欢这种贵东西 我最喜欢的骨头砂锅呀 真是便宜你了 我肚子好饿呀 我肚子好饿呀 你怎么不吃 不错 这是你最爱吃的牛肉丸 这是你最爱吃的牛丸 就是你最爱吃的牛丸 还要让我在陌生男人面前啃骨头 这太丢人了 恨死你了 怎么样 特别好吃 等等 渴口可乐 我的天哪 骨头 肉丸 还有可乐 这一餐可得让我肥死 起码中五斤 爱喝 可乐我最爱喝了 姐 你可享福了 可乐 牛肉丸 想想都流口水呀 宁夏 你这个死丫头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吃饭很喜庆 喜庆 是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看见我吃东西你都饱了 不不不 我的意思其实是 看着你吃呢 我就特别地高兴 感觉就像 带着一个一年没吃饱饭的小朋友 回家过年似的 我工作太累了吧 所以吃饭这个样子 对了 你的新工作还适应吗 新工作 好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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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适应 那就好 喂 你怎么像查户口一样的 问了我这么多 你也不加量你自己 下次好了 让我先买单吧 买单 下次我请你 要不然我们互相留个联络方式吧 好啊 好了 好啊 接着吃 别浪费啊 好吃吧 超级好吃 我挺喜欢这家餐厅的 非常的温馨 还有骨头砂锅 很多菜我都喜欢吃 是啊 我死了 好啊 好啊